它们可以将平静愉快的独木舟之旅 变成生存考验的大问题 这就像某种巨大的野兽 张开它的嘴 用它潮湿的触角缠住你 将你拖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哇 真是太可怕了 嘿 我们说的是肾穴了 它们藏有什么秘密呢 它们真的就像它们所看起来的那样神秘吗 让我们来看看 其中最有名的几个肾穴吧 我们的第一站是由壮丽青山环绕着的美丽湖岸 湾岩的道路似乎显得破坏了它的自然之美 然后你就看到它咯 一个在水中裂开的巨洞 同时有着无数的水朝其中倾泻而入 这里没有藏在水下的有触角的怪兽 这是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怪物 欢迎来到贝利埃萨湖的光荣洞 这所湖就坐落在美国加州 哇 它是人造的 一点也不好玩了 你可能会这么想 没问题的 但如果我跟你说 湖下面有座小镇如何呢 蒙地赛洛小镇就是因为这座湖的建造而被沉入水中的 在五十年代 成千上百的农民离开了这座小城 而后所有的街道都被水淹没了 于是有人便在湖边建起了一座以小镇为名的水坝 每当下雨时 湖里的水位便会上升 为避免水溢出大坝边缘 人们修建了一条宽度超过两台校园巴士横排 长度有四条保龄球球道的巨型泄洪道 若要更清楚地了解光荣洞有多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缩小到一只蚂蚁的大小 接着想象自己站在浴缸的边缘 看着水从排水管流进下水道 贝里埃萨湖的水差不多就是这样流入一个通道 并流入附近的普达西 为了要帮这一带提供饮用水和灌溉用水 而兴建的蒙蒂塞洛大坝约为六十万人提供了用水 同时也吸引了大批被光荣洞吸引而来的游客 而这也多少帮助了小镇的经济发展 尽管贝里埃萨湖的大洞看起来很吓人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殊或神秘的点 但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些更神秘的东西 那么来场世界上最大的水底洞穴之旅如何呢 在加勒比或加勒比海靠近贝里斯海岸的地方 你就能找到世界上最大的海底洞穴咯 你一定能轻松找到它的 因为这是个由珊瑚礁所围绕而成的巨大无底深渊 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第二站是大蓝洞 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一度以为它是由外星人或某个古老文明所创造的 但究竟谁有办法挖一个40层楼高 能把整个埃菲尔铁塔放进去的深坑呢 另一件关于它的冷知识 是这个深蓝色的大洞是一个完美的原型啊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证据确凿 许多人仍然相信它绝对非天然形成 以及它一定曾经是被用来存放某种神秘物品的 1971年时 著名的研究人员兼旅行家Jack Steele进入了肾穴 他找到了可以证明这个奇怪的水坑 是数百万年前自然形成的证据 其间的重乳石结构显示出大约在两亿年前 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地震 并导致了地窖构造板块的移动 接着在冰河时代末期时 由于冰层开始融化 于是地面塌得更为厉害 并行足出一条通道来 但是这个坑不仅是个又深又可怕的洞而已 它里面还有许多会令人很容易就迷路的水下洞穴 更有甚者 人们相信其中某些洞穴甚至连接着大蓝洞和贝里斯内路 这就好像是有人从陆地打造出了个紧急出口一样 那么让我们潜入下面看看如何呢 在开始下潜时 你会先遇到一系列的海底生物 不同种类的龟类 鲨鱼 章鱼和超过六十种珊瑚 但随着你潜得越深 海底生物就会越来越少 在洞穴光滑的墙壁上 你可以找到通往黑暗迷宫的路口 淹没在水中的洞穴 以旋垂的中乳石和高耸的石损 吸引着你前来一探究竟 不过别探得太远 在里面你很容易就会迷路的 就会像那些在探索埃奇金字塔时失踪的人一样了 最好还是朝着肾穴的底部移动吧 在这四十层楼深的肾穴中 大约往下有五层深度左右的时候 你就得抛去潜水装备 换成以前水艇前进了 需要这样 不仅是因为水压的关系哦 另外还有就是 那些在底部等着你的未知事物 当你发现周围一团黑 什么都看不见时 你就差不多快到底咯 这是因为你正在穿过一层厚厚的硫化氢 一种无色 有毒 闻起来像臭鸡蛋的气体 这种物质使坑底完全不适合生物生存 而且它还会完全吸收阳光 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之中 但你还可以再挑战更厉害的哟 你的下一站是西太平洋 这个地方的深度超过一万一千公尺 可以轻松容纳下一整座珠穆拉玛峰 欢迎来到马里亚纳海沟 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这个地方惊人的不仅仅是其无以伦比的深度 还有居住在这里的海底生物 人们发现马里亚纳海沟里 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生物 小龙虾 你可以看穿它身体的鱼 有外星人般可伸缩的下巴和立牙的可怕的哥布林沙 以及 哇 那是什么 在黑暗中你看到有些怪异的光向你移动 啊 你知道这类可怕的生物是什么了 它是有着巨大嘴巴 可以吞下比自己还大一倍的猎物的琵琶鱼 每个人都可以立刻认出它头上那奇怪的像个鱼竿一样的背脊 噓 哎 过来 是的 再靠近一点 我不会咬你超过一次的 尽管马里亚纳海沟有着无比黑暗的环境 与诡异又可怕的海底生物 它仍然不是海洋中最神秘的地方 海洋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海洋本身 至今 人类仅只探索了其中5%到10%而已 所以 如果我们要寻找其他的文明 或许我们不该抬头朝星星那边寻找 或许那些其他的文明一直都在水底呢 哇 这部影片超深的对吧 嘿 如果你今天有学到一些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我们还有其他我想你也会喜欢的有趣影片哦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就好 别忘了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哟